这卦象,眉头微皱的李火旺看着那颅骨上的裂痕,就拿着这幅路册上对照起来。 前围天天封购天山竹这是李火旺补出来的卦。 然而古怪的是,这书上并没有记录如何解卦,只是说把符路纸重新烧成灰后咽下肚子。 看了一眼旁边等待的楼之线,李火旺思索片刻后,从怀里掏出火帘,在黄浮的一角用力一擦。 当这道符路被诡异绿燕点燃,李火旺顿时浑身不自在地仰了仰脖子。 紧接着他就听到有些纤细的声音在说话,但是当他仔细听后,却什么都没有听到。 符路燃了起来,那烧剩下的灰烬并没有散开,而是缓缓扭曲,逐渐扭成了一个看起来像黑色皱皮婴儿的黑灰。 看着自己手中的这东西,李火旺犹豫片刻后,扔进一旁的茶水中直接端起了一饮而尽。 随后,李火旺站在这里安静地等待着什么,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这时,外面鸡叫了,李火旺跟楼支县却站在屋内大眼瞪小眼。 这符路册到底行不行?不是不挂吗?挂呢? 李火旺看着手中这东西,心中开始浮出一丝怀疑。 感觉到李火旺受挫,楼支县立即善解人意地说道, 大人,你也忙一天了,要不先去歇息如何? 正在镜头上的李火旺哪里肯歇息,眉头微皱地继续翻越着手中的符路册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模样娇小的少女从门口走了出来,拉着楼支县的衣服轻轻地晃着。 爹爹,你怎么又没睡啊? 面对自己的女儿,楼支县自然是强硬不起来的,连忙合颜悦色地哄着她。 哎呀,乖女儿,你先去跟你娘用早膳,我一会儿就过来。 嗯,我不依嘛,爹爹,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。 那少女对着楼支县轻易地撒着娇,就在这时,一声低喝把两妇女吓得浑身一哆嗦。 当看到李火旺向着这边走来,楼支县的脸色瞬间就白了,连忙把自己的女儿拦在身后。 大大人,这是本官的女儿。 李火旺一把推开了她,冲到那那少女面前,在她震惊目光下,从她腰间扯下一个花花绿绿的小布包。 她盯着那布包上面的花纹问道,这是谁做的? 这小布包上面的花纹,居然有一部分跟之前的挂像相同。 楼支县的女儿很显然被凶巴巴男人吓到了,她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,见对方居然不救自己后,顿时声音带着颤抖地说道, 这是我秀娘给我做的香囊。 秀娘? 把她叫过来。 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有这样巧的事情,也许那福禄真起作用了,这就是李火旺要的解挂。 很快那所谓的秀娘被捕头捕快压着送到李火旺的面前,她看起来比了楼支县的女儿大,可模样柔柔弱弱,轻飘飘地仿佛风吹一下就到。 这香囊是你做的?李火旺拿着那东西,向着那女人质问。 恩秀娘,低眉顺目地小声地回答,不敢抬头看一下。 为什么这香囊上的鸟是这种图案? 这是鸳鸯。 我问你这为什么秀这种图案? 李火旺的怒吼声把在场所有人都吓了大跳。 那秀娘看起来都仿佛要被吓哭了,泪珠不断在眼眶里打转,鸳鸯都这么秀的。 李火旺站了起来,向着那秀娘走去,随着脚步声响起,那剑身跟剑鞘的摩擦声也缓缓地响起。 当紫碎剑被拔了出来,浑身充满着煞气的李火旺在屋内的所有人眼中,变得无比骇人。 李火旺站在那秀娘面前,她身上,我不知道,我外婆就是教我这么秀的,鸳鸯自古以来都是这么秀的。 秀娘蹲在地上梨花带雨地哭着。 可紧接着,屋内安静了下来,无论是一旁握着刀柄的捕头,还是用手挫着胡子的师爷纷纷瞪大了眼睛看向那秀娘。 她这声音前半截还好,可后半截居然是男人的声音。 一旁的捕头第一时间冲了下来,冲着那秀娘的胸脯用力摸了一把,紧接着满脸震惊的扭头对着楼支线说道, 大人,这娘们是个带靶的。 楼支线听到这话,顿时大惊失色,第一时间看着自己的女儿。 李火旺掐着她的脖子,缓缓把那男扮女装的秀娘给提了起来。 楼支线,看起来那店屋女人的家伙找到了。 压压进大牢,给我审,给我狠狠地审。 此刻楼支线气的声音都变了,两只手指不住地抖。 好不容易找到线索,李火旺自然可能放过,跟着这被一种捕头押送的秀娘,向着牢狱走去。 没过一会,沧水陷的牢狱之中,就响起了那秀娘极其凄惨的惨叫声。 说,你同伙还有谁?现在躲哪了?你们为何要偷鹰海? 看着按着皮肤不断发出滋滋声音的红色烙铁,以及盐水桶里浸泡的鞭子,李火旺不由地皱起了眉头。 行了,都退下吧,他站了起来,向着那面目全非的秀娘走去。 完全忽视了那点使双手递过来的烙铁,李火旺走到他面前,把自己脑袋上的斗笠摘了下来。 他伤势愈合得很快,脸上的皮都开始好了一大半了,然而这种情况的李火旺更加地害人。 被酷刑折磨得精疲力尽的秀娘,看到了李火旺的样子,仿佛又有了力气,拼了命地往后仰,仿佛生怕李火旺吃了他。 哗啦啦,随着金属撞击声,李火旺各种刑具包缓缓地在他下摆处打开。 说吧,我真不知道啊,监污女人的是我,我认,可那偷鹰的真不是我呀。 秀男吓得尿了裤子,可嘴里的话依然不改半点。 是吗?李火旺从中挑出一把小锯子,用手把他的脑袋按在墙上,紧接着把锯子放上去左一下,右一下地锯了起来。 如果说之前秀男的声音还是人的惨叫的话,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,他的声音就彻底变成鬼嚎了。 半个时辰后,李火旺念着火傲真经,开始给奄奄一息的秀男疗伤。 奇怪,这是为什么?这小子居然真的不知道。 李火旺敢肯定这人说的就是真话,这一轮下来换成自己都未必撑得住。 难道,这店屋女人跟偷鹰其实是两拨人做的,只是因为恰好同时发生,所以会误以为是一起发生的。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,李火旺的心情变得极差,线索又断了。 李火旺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棘手,别管对方实力是什么,可对方偏偏躲着不出来,这就很烦人。 他现在才发现,这间天丝的活跟自己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。 这时,李火旺的肚子里传来咕咕声,自己已经三顿没吃了,再不吃怕是要饿坏身体了。 又看了一眼那面目全非的秀男,李火旺转身向着狱外走去。 一旁看傻了的典使见李火旺要走,他不去送,反而猛地一脚踹在旁边狱卒的屁股上。 那模样十分慌张的狱卒,没办法,强带着笑容就去恭送李火旺。 大人慢走,大人有空常来啊,大人大人手真巧。